为了报复侵犯过自己的人渣 她做了一件所有女人都不敢做的事 那就是换上性感衣服 每周都去监狱里探望侵犯她的罪犯 并且只字不提过往 只和她谈理想聊未来 相信不看到布什的最后一秒 你绝对猜不到她的目的竟如此令人打寒 故事开始于半年前 米兰达是医院里最漂亮的小护士 可年近三十的她 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为了能够解决一直困扰米兰达的难题 同时好心为她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而相亲的地点就定在了米兰达的家中 这天米兰达正在精心涂着指甲油 准备迎接自己的相亲对象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响声 以为是相亲对象来了 米兰达立刻打开房门 可看着这个有些邋遢的男人 米兰达不免得有些大失所望 但是出于基本的社交礼节 米兰达还是把她请进了房间 因为觉得自己可能穿得有些不太正式 米兰达让男人等一下自己去换件衣服 起初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发生 可随着米兰达换了一身连衣裙后 男人的眼神却突然开始发生变化 甚至还直接张口说了一句 听闻此话的米兰达感觉有些不适 但也没有过多的在意 直到男人开始翻动自己的东西时 米兰达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 因为在同事的描述中 这次的相亲对象是个非常有礼貌的人 随后经过一番简单的试探 米兰达也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认错了 于是他找了个借口想让男人先行离开 可不料男人非但没走 反而还锁上了房门 看到眼前的一幕 米兰达终于意识到了危险 他警告男人赶紧离开 否则自己马上就要报警 可不想男人根本不为所动 反而还将手伸向了米兰达 米兰达转身想跑 却被男人一把抓了回来 尽管米兰达用尽了全力反抗 但在一个壮汉面前 他的反抗显得是那么的无力 接下来的这段不宜深度解析 咱们暂且略过 几小时后 倾散了米兰达的男人 慌张地离开了这里 而这时 一个手捧鲜花的男人 也来到了米兰达家 他礼貌性地敲了敲房门 听见无人回应 男人便直接退门走了进去 可不想才进入房间 男人就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 不久后男人报了警 当警察赶到这里时 男人也说出了自己来这的缘由 原来他就是同事介绍的相亲对象 本以为是一场在正常不过的相亲 不想第一次见面竟然是这种场景 听闻此话的警察也不知该如何安慰男人 而此时的米兰达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检查 尽管她的身体并无什么大碍 但她的内心却已经千疮百苦 她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脑海中不断回忆着男人的身份 终于米兰达想起 自己似乎曾在餐厅见过这个男人 通过米兰达提供的线索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准备跑路的男人 由于犯罪证据确凿 这个叫威廉的男人很快就被独入义 可尽管威廉已经得到了她应有的惩罚 但米兰达的生活却并没有因此而好转 脑海中不断浮现的场景让她无法入睡 而心理和身体的创伤也让她郁郁饱欢 看着女儿这个样子父亲更是心碰不已 为了彻底的一望过去 米兰达准备卖掉房子重新生物 可不想终结的话却让她大失所望 因为这起恶性事件所造成的影响 导致米兰达的房子根本没人接受 无奈之下 米兰达只能忍痛暂时继续住在这里 可不想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回到医院后的米兰达发现 自己只要一专注工作 手就会开始不停地颤抖 而这对于一个护士来说 无疑是个毁灭性的打击 为了帮助米兰达早日恢复 同事们便送了个外科手术玩具给她 希望她能通过训练早日康复 可无论米兰达怎么练习 往日简单的操作都变得那么困难 在尝试了几遍还是无果后 米兰达的情绪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她愤怒地将玩具砸了个粉碎 整个人也变得歇斯底里起来 就这样 米兰达在地板上整整躺了一夜 也就在这时 她看着一旁的说明书似乎想到了什么 片刻后米兰达写了一封信 而收信的人竟然就是侵犯过她的威廉 做完这一切后 米兰达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仿佛一瞬间卸下了所有负担 可在不久后 米兰达的信就被退了回来 上面赫然写着无人查收 然而米兰达却没有理会 她将信封拆开重新进行封装 接着再次放进了信箱 终于在一个月以后 米兰达收到了威廉的回信 上面赫然写着你明了的字样 看到这一幕的米兰达如是重负 而这也意味着 她的复仇计划也即将正式开始 第二天 米兰达换上了一身洁白的长裙 前往监狱探望那个侵犯过自己的男人 就好像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可看着前来探望自己的米兰达 威廉的内心却开始止不住的发慌 她以为米兰达是来找自己算账的 可不曾想米兰达开口的第一句话 就让威廉彻底的愣住了 听闻此话的威廉不知该如何是好 但看着米兰达那温柔似水的眼神 威廉的内心不禁开始泛起了涟漪 而这时 米兰达也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两人之间的关系 似乎也从此刻开始发生了变化 威廉此时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表 说自己上次侵犯米兰达的时候 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 而米兰达一脸的淡定 面带笑容地回答道 听闻此话的威廉会心一笑 而在回去的路上 米兰达好似抑制不住内心的惊喜 似乎一切都开始变得不一样起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米兰达每周都会去探望威廉 她的妆容也开始变得越发精致 就连每次见面的穿着也变得性感起来 可这天米兰达在前来探望时 却被预警告知今天可能见不到威廉 而至于具体是什么原因 预警却并没有对她说明 回到家后的米兰达满脸失望 当晚她就给威廉寄去信件询问究竟 原来威廉为了能够早日出狱 面对育友的挑衅她开始选择忍让 因此受了重伤 所以不能出来和她见面 说着威廉还向米兰达展示了自己的伤口 可此时的她却没有注意到 米兰达看到伤口的一刻是那么的兴奋 经过了几个月的接触 两人的关系也开始变得越来越融洽 而威廉也开始憧憬起出狱后的生活 这天米兰达在一次前来探望时 威廉迫不及待说出了一个消息 米兰达的表情瞬间开始变得僵硬 显然她还没有做好迎接威廉的准备 此时威廉似乎也看出了米兰达的迟疑 她连忙表示自己已经改过自新 就算以后米兰达不想再见到自己 她也绝对不会再对她做出那种事 可米兰达却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反而是向她询问道 听闻此话的米兰达 米兰达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就这样时间又不去了几天 可这天米兰达在上班时 却突然收到一束鲜花 面对同事的询问 米兰达慌张地解释这是父亲送的礼物 没过多久米兰达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而打电话的人正是刚刚出狱的威廉 威廉表示自己想和米兰达见上了命 然而米兰达却以工作为瘾 委婉地拒绝了威廉的情趣 可此时的威廉又怎么可能放弃 果然这天米兰达才当当下班 就被一个人突然叫住了角落 看到威廉的到来 米兰达顿时被吓了一跳 听闻此话的米兰达随即镇定下来 看来一切似乎都在她的计划之中 随后在米兰达的允许下 威廉开始帮她修缮起了房屋 甚至孩子掏腰包购买装修材料 可在结账时却差了五美分 只见她再次露出了真名的表情 嚼着牙签将手伸进了老板的零钱盒 看到这的老板只能就此作罢 而威廉也拿起材料扬长而去 可殊不知 这一幕都被米兰达的父亲看在眼里 她一眼就认出这个侵犯女儿的混蛋 于是老头连忙驾车赶到米兰达家 将威廉已经出狱的消息告知 可不想此时的米兰达满脸不以为然 看到女儿这个样子 父亲此时也是知道了些什么 在得知威廉是女儿叫来的时候 父亲更是气得火冒三丈 他连忙警告女儿不许和威廉有所来往 可米兰达却表示只有这样 他才能忘记过去重新生活 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最终不欢而散 可在当天晚上 威廉给米兰达打来电话 表示自己的确不该再次出现 给他的家人带来不好的体验 不想此时的米兰达却安慰他 何必要去在乎一个老年人的想法 听闻此话的威廉瞬间兴奋起来 第二天早早地来到米兰达家中 此时他的内心更是无比的激动 感觉自己已经找到了人生目标 这时米兰达突然递给他一杯宁荣 可喝下一口后 威廉却感觉有些不对 但看着米兰达那充满爱意的眼神 威廉还是将杯里的水一饮而尽 可没过多久 威廉就感觉到腹中一阵脚痛 看到威廉这个样子 米兰达忙叫他进屋休息一下 可不想才当走进房门 威廉便直接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清醒过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上 而米兰达不知何时 竟换上了案发式的连衣裙 正一脸温柔地拿着热毛巾 坐在床边照顾自己 看到这一幕的威廉询问米兰达 是否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什么状况 不想这时米兰达却一改脸上的温柔 随后一脸淡默地回答道 听闻此话的威廉一脸的疑惑 可就在他想要起身之际 却发现自己已经被牢牢地捆在了床上 这时威廉也终于意识到了不对 而此时的米兰达也卸下了自己的伪装 这时威廉也明白 一切都是米兰达的计谋 原来她从始至终都没有原谅自己 而这时米兰达也表示 自己之所以会去监狱探望她 目的就是为了让她爱上自己 从而放松警惕 以此达到自己报复的目的 这时威廉试图唤起米兰达身为护士的良知 她表示自己曾经看到米兰达拯救生命 她不相信米兰达会对自己做出这种事 可不想米兰达根本不为所动 反而嘲笑威廉有些过于天真 话音刚落 米兰达就又给威廉注射了一针麻醉剂 等威廉再次清醒过来时 米兰达依旧满脸温柔地坐在床边 只见她将手缓缓伸进了威廉的被窝 看到这一幕的威廉一脸大写的懵逼 既然自己抓住的不是米兰达的双手 那她抓的又是什么 等米兰达掀开被子 威廉才发现 自己的右手握着的竟是自己的左手 而她的左手不知何时早已被砍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的威廉情绪瞬间开始崩溃 然而让她意想不到的是 更加让她崩溃的事情还在后面 随着米兰达掀开被单 威廉瞬间变得更加绝望 原来米兰达不止砍掉了她的左手 还没收了她引以为傲的作案工具 意识到自己今后都做不成男人了 威廉不禁发出了振振痛苦的哀嚎 至此本片到此结束 好的电影需要耐心品味 我是以诺 咱们下期再会